你 你站那儿有什么用 疼吗 我都说不话了 你 疼我 都是我太糊涂了 我 我也不是不知道她的品性 居然没有缩她的身 这怎么能怪你呢 外娘这个夫人 要要了得就是心疏不诚 做什么事都跟疯子一样 她要是想坏什么事 那也是防不胜防 外娘说 唱歌没了 你听说 我不信 不信 这个毒夫从来就没对我说过一句实话 我方才都收获了 就是 后日她来不了 再多几日 她也来不了 就是你这个狠心的存货 你赶我走 你把我轰走 我身上那几个钱 根本用不了几时 大险是病了 我请了好些个郎中都不成 他在我怀里 我叹了劲 都是你 你这个狠心的爹 男人 男性巨团 是 在你娶这个妇人的时候 在做侯爷的时候 在你在边境城 耀武扬威做大人物的时候 你儿子 已经在地地乡埋着你了 雨水鸡晓着他 老鼠虫子看着他 你儿子 你儿子 你儿子拿来侯爷 就是你 你丧尽天亮 狗天亮 你丧尽天亮 你哄我走 就是你们 你哄我走 他现在这娇滴滴的样子 几辫子打下去可能就 就断气了 那长胳膊下落 你就永远都问不出来的 你看看他那样子 跟个疯子似的 他本来就是个疯子 我不用大心 我能问出个什么来 我不用行 我现在是要打要杀的 都不怕 他现在就觉得 全天下人都对不起他 都是陷害他 今儿大爷你的事 他明儿可能就反悔 没有一点信用 你还指望着用刑 能问出他什么来 我不用刑 难不成我还把他养在这儿不成 之前你四处寻他的人寻不着 发了海埔公文也没找着 怎么今天一大早 他忽然就冲进来了 还正好赶上隔壁人在的时候 就看着我们把他提进服了 看着就看着呗 难道我还怕他们不成 姐 可是任慢娘子 是良母 你当初给他拖了剑机 烧了生气 现在文书里 他就是正经的良民百姓 白日里一个胡伦人姓 若是伤着了 那隔壁肯定是 铁定要找上门来的 非要主持公道不可 他还要什么公道啊 我堂堂一个朝廷三品大员 被他暗中刺杀 上了公堂 我还要有公道 就算是有罪 你得过唐审了 咱不能在家里滥用私刑啊 名要命的是 如今皇位未问 太后四面亏使 也如在抽什么纰漏 让对头给拿住了 那这事 可就不是咱启家的事了 这某次当朝大臣 其罪当诸 斩力绝 难道他就不会判一判吗 爷 千万别 处点是要入极点的 落志后必有新人翻出来 这个 总结的婚嫁可怎么办 可千万别 因为自己的意识冲动 这毁了容许是虔诚吗 看来我是拿这个毒妇没办法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昌儿毁在他手里啊 或者 还有别的办法问 大行都问不出来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既然问他问不出来 我们就换个人问 好眼 你看 像吗 你也不想 你也不想 就如同站在真人面前一样 那我就再照着这个样子 再画个七八张 你何必自己画呢 照师爷 找几个帮手一变画了就行了 咱们这府里不知道多少眼神 这等私密家宅内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要是心疼我 出口说两把就好了 我一辈子都说给你